我们常常说 如果自己能够万能就好了 什么角色都可以扮演得非常好 从家庭 事业 乃至于自己的人生发展 还有写作 他都行 有没有这样的人呢 大元食堂今天就为您请来了 蒋雅琪 这本我写了三年 儿子的一些成长 女儿的一些过程 有一次我们儿子就觉得 我对他太凶了 然后在大家一起吃饭的时候 他的脸就很臭 我说你怎么了 他说你刚好凶 然后我就在全家人的桌上 我就说妈妈对不起你 妈妈说话太凶了 你可以原谅我吗 你们家庭有时候是雅琪剧团 这道菜我取名叫做 包藏菜心黄金春卷 不是包藏祸心 不是包藏祸心 我听到脆的滋味 好吃吗 我最常遇到的人 不管遇到任何事情 第一句就是说不可能 我们老大一大学毕业 他就说妈咪我想成立一个癌症基金会 多少年后 在今年2020年 成功的以免疫疗法治疗癌症 所以你不行并不代表别人不行 并不代表你的孩子不行 这本记录着我Studio A从零到游 我先去访问了所有的竞争对手 他们很确定 这个主播的创业一定很快就会倒 你几乎感觉到他们的亲事 没关系 亲事我吧 来吧 面子值多而闲 对不对 那一旦被我看到1%的希望 我就会一直踩油门下去 做到有机会成功的那一天 在大元食堂 不只有好菜 更有好故事